法國芭蕾天后 希維基蘭將在今年舉辦巡迴表演 將與全球舞迷呈現她最後的演出 並且在12月份時正式宣布退休告別舞台 極為基蘭年僅16歲就進入巴黎歌劇院的舞團 18歲就獲得芭蕾奧林匹克之稱的瓦爾納大賽金牌獎 並且在19歲時就成為舞團的首席五星 創在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首席五星紀錄 當你跟巴黎歌劇院說再見 你會知道你會在那部份上做什麼 我離開巴黎歌劇院就不知道我會做什麼 風靡國際舞台三十多年的希維基蘭 將帶著她全新製作生命進行式展開她最後的巡演 而畫家吉米也送上一幅希維基蘭量身創作的圖畫 預祝她巡演順利 台灣情報記者黃英軒林昌宇台北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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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